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设定数科车验的飞行任务 那首先我们会先下载荔枝这个APP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设定飞行任务的考试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未达两公斤的考试内容 任务规划表 总共有两个项目 所以考试的时候 就听从考试官的指令 来决定你的考试内容是图一或图二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的考试内容 我们的飞机起始点 都是从左上角开始做规划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教学吧 OK 为你准备好了我的飞机 以及遥控器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任务设定吧 今天我们会在这个空地 进行任务飞行 首先在手机上打开荔枝APP 等待荔枝抓到无人机的GPS后 我们点左上角的FPV模式 点下去后会出现其他不同的模式选项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设定的是飞行任务 所以我们要选第二个选项 Waypoint 进入Waypoint模式后 显示页面会变成地图模式 那你可以缩小地图来看到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考试时先缩小地图 确定你的飞行方向 以及任务规划起始点 然后点选右上角的GPS箭头 让荔枝APP 准确地抓到你的无人机坐标位置 切记 如果你没有点下GPS箭头 让它抓到你的飞机坐标位置 你的无人机就没办法进行设定飞行任务 抓到坐标位置后 再点一次GPS箭头 来取消即时反应 不然你的手机显示地图会一直左右晃动 OK 那我现在就来示范 如何设定重向飞行任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一的飞行任务规划表 起始点是左上角 结束点是左下角 我们的规划区域是10公尺乘10公尺 重向间距2公尺 作业高度10公尺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设定我们的飞行任务 回到我们的荔枝APP 我们在地图上把规划区域放大 首先找到你的左上角起始点 点一下萤幕来新增我们的航点1 点下去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坐标 再来我们点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坐标 点进去后我们可以看到航点1的设定 在这边补充一点 左上角的地标位置加一个减号 那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删除这个地标 所以如果在你设地标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错误 你都可以点选这个坐标位置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减号图示 来删除特定坐标 那首先我们把高度调到10公尺 然后关闭设定 当你把第一个航点设定设定完后 之后所有其他的航点规划都会依照你的第一个设定来作为基准 好设定完后那我们就点出第二个航点位置 那你们可以看到第二个航点高度已经是设在10公尺 再来我们来看中间这个黄线的位置上有一个20公尺的标志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从第一个位置到第二个位置是20公尺的距离 但我们的考试内容规划区域是10乘10公尺 所以我们就点着第二个航点坐标 然后拖移至左直到坐标距离10公尺的位置 好那我们的基准设定都大概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坐标位置大致上的点出来 点出来后我们就开始精准的调整我们的航点位置 首先我会将地图转向 然后还记得我们的考试内容是纵向间距两公尺 那因为我们第一第二坐标都已调整正确 我就会从第三个坐标开始进行调整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三坐标距离二坐标是三公尺 那我们就点着坐标三 拖移向右直到两公尺的距离 再来调整坐标四五六 以此进行微调 当你在考场上考试时 你可以看到更精准的考试区域 好全部的坐标都调整完后 我们把方向转回来 那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规划表内容 再来我们就按下左侧的储存键 然后进行命名 命名完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左侧资料夹里 载入我们所储存的任务规划表 上传储存后口诵结束 我们就进后考试官的指示 那基本上你就完成了这项考试内容 那除了考试内容以外 我还想示范如何进行飞行任务 当你要让无人机飞行你已设定好的飞航线 首先我们先按下左侧的任务设定键 进入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设定 你可以去操作 那在这我就大概基本的讲述一下 第一是我们的航向 目前我们的设定是在自动 所以在你设定航点位置时 无人机的飞行方向 会依照你所设定的航点顺序进行转向 那如果我们把它调成手动模式 它就会变成指向同一方向 那你就需要自行的调整飞航面向 那我们再把它调回自动模式 所有的航点面向就会回归成自动模式 再来第二个设定是我们的完成时动作 我们有RTH 意思是飞行任务完成后回到H点 第二降落 意思是在完成飞行任务后 会在最后一个航点进行降落 再来是回到航点一 原路折返 在进行飞行任务练习时 可以多尝试选择不同任务设定 来熟悉每个设定的不同之处 再来我们有路径模式 巡航速度 最大飞行速度 拍照间隔时间 预设曲线大小 预设云台抚养模式 转动方向 等等的精准设定 那这些设定就让你们自行的去摸索 当所有的设定任务值都完成后 我们按下左侧的开始任务键 从航点一开始 确定后我们按下立即开始 那我们的无人机就开始自动进行我们的任务设定 你可以看到这台无人机自动的起降 向上飞行 然后从我的H点 飞行到航点一 二 三 依此 最后飞行完后 无人机自行降落 因为我在任务设定时 我将完成时动作设在降落 所以我们的无人机会在最后一个航点位置进行降落 以及停讲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后面我会播放横向的任务规划 在此我就不做任何的讲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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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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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